寫詩短短的也可以當一句話 這是它的好處 沒錯 那我來看看 你也知道 對 一個字也可以 你有看到 不要偷看 過起來 我來考考 看看你知道哪一些 請問耐詞教你會有點反駁嗎 我關起來比較好 好 那我關一個燈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跟同詩你知道多少 我先偷偷看你知道多少 看看你會多少 什麼是同詩 第一個 同詩就是小朋友寫的詩 你覺得呢 KK你覺得呢 同詩就是小朋友寫的才叫同詩 大人寫的是大詩 或大人詩 你覺得呢 肯定被我問到了 待住 定住了 SOPIO 你覺得同詩就是小朋友寫的 對嗎 你覺得對 因為有個同對不對 所以趙老師寫的 所以如果趙老師寫的 不算同詩喔 對了 因為我是大人 OK 好 第二個問題 不可能 同詩 我們等一下看看吧 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同詩一定要有標點符號 先確認一下什麼是標點符號 來 KK 恢復了沒有 什麼是標點符號 舉例 比如說 句點或是逗點 對 是不是標點符號 可以嗎 好 你覺得同詩 有沒有一定要標點符號 來 Aaron 你覺得呢 同詩要不要標點符號 就要或不要 這個沒有對錯 我們先來討論看看 你覺得要不要 你覺得要 你覺得要 好 我來看看有沒有 不同派的 Alison 你覺得同詩 要不要標點符號 你也是要 覺得不用的舉手 有 還是有人舉手喔 比較少喔 子樂為什麼要 還是你不小心舉錯手 可以只寫一個字的話 就不用句點 同詩有時候可以寫一個字 搞不好就不用寫句點 第一個字是不用啊 那個字要不要寫進去看號 不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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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不要寫問號 要不要寫問號 對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 好 下一個 同詩需要押韻嗎 你還記得押韻 來 我請Drank舉例一下 還記得什麼叫押韻嗎 不是 他最後的注意 就是會飲料 最後一個 比如說如果是押凹韻 代表他注意 凹 都有凹 都有凹這樣子 好 那請問你同詩 要不要押韻 你覺得要不要 來 Max 你覺得 你覺得要不要押韻 你覺得要不要押韻 自己想啦 不用看啦 要對自己試試看啦 你覺得要不要 要或不要 就要有信心 他還當機走 我等一下再問他 來 UG 你覺得要不要 你覺得是不一定 就是可以要可以不要 Summer 你覺得呢 你覺得應該要 應該 你贊成他的說法 好 你贊成他的說法 哪一個人呢 你覺得要 比較到底 對不對 否則那麼少的字 還不押韻 你呢 你也覺得要 你跟Rider是同一派的 好 下一個 請問你 同詩是要用到成語嗎 我們先確認一下 你常常用過一次心碎 難道不會嗆到嗎 我太明顯了 我寫得太明顯了 好 什麼意思你覺得呢 為什麼 我講到成語字還大耳朵 我講到成語字還大耳朵 我講到太明顯了 是不是 那再一題 再一題 那太明顯 太明顯了 再一題 再一題 每家小朋友 也是讓人家猜得到 也不能為了讓人家猜不到 寫得不清不楚了 那就讓人家誤會 好 好